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我們今集睇回澳門的新聞 看到澳門日報就出了個頭版 說經濟剛剛復甦,反而餐價就漲不停 然後食屎又加價,打工仔還說是百物騰貴生活逼人 那這個頭版到底說什麼新聞 和他所說的東西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改善得到 包括物價、餐廳的價格和打工仔的人工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一齊看看 首先看這個食屎價格 食屎按照報紙所說 街坊說餐飲食材漲價 據告不暇,甚至有質疑是他們趁勢加價 但有餐飲業界的人說澳門現在食屎價格已經不便宜 和鄰近地區相比競爭力低 但因為復市而大幅價格等同趕客 所以他們有個別食屎做微調價格 在百分之五個%的升幅之內 同時推出一些優惠譬如米送一 充值多就有消費金額送給他拉上補客 也有餐飲業界的人說 說疫情前的來貨價是每次都不同 而且是不會事先通知的 尤其是油和米一些國際貨物 譬如馬介優等等 會受到國際形勢影響 價格不穩定 但現在由於疫情結束了 物流方面穩定回 增加回 來貨又穩定回 貨價變化不大 所以未必會出現一個加價潮 但是現在防疫放寬和澳車北上 就令到好多市民去內地消費 就算是有食屎加價 都只不過是微調在百分之五以內 其實這個部分值得講一講 有時不是說食屎上加價加得好厲害 因為它是來貨貴了 來貨貴了不減回 甚至乎說疫情時每次來貨價都不一樣 甚至乎不會同你講 以我所知是有 中小企有同我報告你都講過 說是夠膽死那些買回來 現成炸的東西 是可以貴過上一次拿貨50% 而且它沒有講的 送到貨買來就監你要 那你只能夠蓋了它 要是你退貨 還有一點它講到 說澳車北上 其實澳車北上 對澳門整體那個 內需消費市場來講 是影響非常之大 因為有澳車北上 好多人就駕駛了車上大陸消費 那上大陸消費 根本上就不會留在澳門 你澳門的消費又貴 可能你的花款又沒有大陸 然後它駕駛著車 吃完東西亦都可以周圍玩 變成澳門現在我們的消費市場 是非常之疲弱的 而且你要知道政府見到現在疫情沒事 放寬了就開始沒有給這個消費卡 其實消費卡是推動到我們本地的內需市場 因為你這張消費卡 我這樣講 你會用來套現的人其實不多 變成大家 就算你是去超市也好 去做其他事也好 你是促進了內需市場 但今年是沒有消費卡 而且現今分享到現在為止 未有消息幾時派 其實好多市民都好在意這點 因為你就算講你復甦了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受惠 第一批受惠的是賭業 不是普通市民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繼續補充 如果因為復市大幅加價等同廣泊 有部份成本 這一個報章所講的 就說是這一個叫做 商家自己拉上補客 噎了他 就留客希望可以生存到下去 而且因為近來有一個雞蛋坊的事件 雞蛋坊的事件 亦都是令到 某部份成本價格是升高了 第二個報道 第二個報道就說有學者講 說物價的改善空間少 我看看他講些什麼 他就講到疫情三年 供應鏈的層面加價 導致物價成本上漲 隨著經濟復償 旅客回流外需增加 業主就變了好進取地加租 企業只能夠加價應對 因應旅遊業的加快復甦 旅客外需帶動之下 物價的改善空間不大 市民未加薪就先加薪 辛苦過薪 面臨一個很大的生活壓力 這點亦都是因為環球供應鏈加價 導致原材料上升 這個部份亦都可以講一講 沒錯澳門來說 我們是屬於一個叫輸入型通脹 在輸入型通脹的情況底下 其實我們是只能夠硬硬 因為就算我們的貨 澳門不會生產到任何東西 除了賭業之外 除了湯的賭客之外 我們只能夠 譬如我們買米 甚至水 然後很多的原材料 都是要外邊進口進來澳門 亦都是因為這一點 外邊的來貨貴了 我們唯有硬硬 甚至我們是無能力要它減價 因為你要就要 不要就別人不賣給你 但是有一個點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沒錯 你可能疫情的時候 很多東西它加了價 但是 其實有部份的價格 它加完價之後 它是回落回來的 但是回落回來之後 它有沒有減價呢 是沒有的 然後它繼續賣一個貴了的價格 甚至是創造出一個假象 是什麼假象 就是說 我派完現金分合 或者派完消費卡之後 你的物價上升了 其實跟現金分享 和這個消費卡 關係不大的 我找不到一個相關的關係出來 為什麼呢 政府派了錢給你 你拿去消費卡來買東西 那你超市 或者是你其他地方店鋪 你來貨的價又是這樣的價 會不會因為你澳門派了一個消費卡 然後全澳門的供應商 即刻加價賣給你 中小企零售 肯定不會的 即是有些貨 你可能外國買回來 或者香港大陸入回來的 難道它看著你澳門的政策 知道你派現金分享 派消費卡 就即刻跟你加價嗎 沒有可能的嘛 那有些加價其實是陰濕的東西來的 甚至乎加了價 不會跌下來 那有些呢 可能就真的原材料升了 他就叫做自己要升了 那原材料跌了 他又沒有跌回價的 那變成我們這些市民硬扯的 那這個是不是政府的責任呢 絕對是政府的責任 消費者委員會拿來做什麼的呢 是不是用來監察物價的呢 如果連這個監察物價的東西 都做不好的話 那真是好好考慮一下 他存在的必要性 因為你要知道 他加價影響的是全澳門的市民 不是說個別人士呀 就算你有錢沒有錢 窮人都好 你都是要承受著這個 這樣的物價的 但到現在為止呢 就變了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是市場的東西交回市場 是完全沒有理到物價的 就算你說歐美地區都好 都是有管物價的 大陸都會有管物價的 反而澳門的物價好像 就真是有他自己放飛自我 那最後那一事呢 又是我們呀 那其實一路累積下來 每一年呢 即是我們全年下來 他物價升了之後 我們的生活成本是高了很多的 那好似剛才這樣講啦 公道少少 如果他來貨貴了的沒有辦法 那這個我們沒有必要說他的 但是如果是因為 來貨貴了你加了價 但是來貨跌了你沒有調整價格呢 那就是你有問題了 那當然啦 很多人可能會講的 人家商家想賺錢 怎樣怎樣 沒錯商家想賺錢 沒問題的這件事 但是你政府要做好你監管監督的工作咯 這個要求應該不算得上好過分 好了 看完這個澳門日報的頭版繼續講什麼 他講到說打工仔 就說現在百物騰貴生活逼人 那就好似我剛才這樣講啦 那些東西柴米油鹽全部加了 但是他講到 唯獨是人工沒有加到 那我們看這個報道怎麼講 那這個報道就說 過去三年澳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旅客賭收大減 經濟遭受重創 一班打工仔 不是說飯碗不保 就是面臨減身凍身的困境 雖然近日 在這個防疫和通關政策放寬之下 澳門出現大批旅客 旅遊景點 打卡熱點 人潮處處 市面上引起重現 經濟有復甦的勢頭 但不少打工仔 有一個姓謝的市民表示 現在受惠於旅客來到澳門 公司近日業職 他做事那間公司 業職有所回升 但是多賺的錢 未落入倒打工仔的袋 大老闆暗示 最困難的時刻仍未過 希望員工繼續同舟共濟 維持現有的薪酬 等盈餘多些再考慮調漲身高 他又說明白公司想賺回過去三年損失的錢 今年繼續凍生 是意料中時 但澳門通關之後 所有物價都有所上漲 就連中午食飯的碟頭飯都加價三四元 連鎖麵包店賣的麵包蛋糕或蛋撻都加價一兩元 超市不少東西都加價 再加上油價加得快減慢 生活質素向下流動 感覺現在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 發覺類似狀況大有人在 有朋友亦都說 旅客多了條路窄了 交通室了商戶少了 我們的生活就苦了 跟著又無電銷 生活補貼支援更加是生活逼人 叫政府關注民生警況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當然是想你派消費卡 或者是這些生活補貼支援計劃 因為可以補回我們現在仍然是 這麼難的生活做一個補貼 因為大家其實生活都覺得艱難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就是其實有部份消息 唱好唱得太誇張 很多人其實看完這些新聞 以為市真是這麼好 就衝進去做生意 或者是繼續頂下去 然後市民亦都以為景真是這麼好 麻木地相信了 其實市況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就算我們現在看回3月份 賭收好好的 127億一個月 但127億其實政府是連收支平衡都做不到的 你想回這個數 如果是政府 拿著這麼大的賭場 賭業拿著他的手 他都做不到收支平衡 你想一下一般中小企一般公司 就算是賭場 你說他現在夠為皮 算不算想賺到好多錢 未必是賺到好多錢 加上之前是扣血扣了那麼久 他想加工 不是說他不想加 是加不到 無能力加 你連賭場都無能力加 你一般中小企怎樣加呢 就是你因為你好多的消息 有一個偏差 就好多人都是盲目地相信了 就令到現在覺得 不合數 澳門旺到這樣 現在周街都是人 跟著又說可以去到九萬多人一日 六萬人一日 到處都是人的 為甚麼 我們個人工不加 我們又做到死 但原來不是這樣的事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去到六萬多人一日 有一部分的人其實是團客來的 有一部分的人是一個低端的遊客 還有有一部分是正好給了補貼他 他就因為補貼過來澳門的 那你想下這一類的客戶 是不是我們真真正正需要的客戶 以旅行團來講 受惠島的商戶 或者是旅遊區的手信舖 不會很多 這類是叫做一個比較低價的團來的 他不是違規的 他是低價團 他吃飯都是團餐排隊這樣吃的 他沒飯法 他合法的 但這一類的客戶 就令到我們好多地區變到人多了 甚至乎他們開始是入侵我們的生活區 民生區 因為有好多的這些團餐店已經在民生區 他們就在民生區排隊等吃團餐 令到有些市民不太舒服 他覺得現在你的事好那麼多 我眼看下去就是那麼多的遊客 那麼多的遊客之下 為什麼我們的生活仍然過得那麼艱苦 不是說唱得好好的嗎 結果因為這些不對稱的資訊 就令到大家的心理的落差越來越大 就算你說公司突然之間 這兩個月賺了錢 這三個月賺錢 但是他不肯定後面那個賺錢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後面是低下來或者打平走 你要知道現在是未完全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我們回復得最好就是旅客數字 但是這個旅客數字那麼大 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用呢 但是我們需要想一想 那個旅客上是不是要調整一下 令到我們的旅客質素提高呢 因為我們其實澳門來說 你低端的遊客不是說你沒用 不是叫你不要來 但是低端的遊客 你是好難提供到一個好有質素的消費力出來 甚至乎是不消費的 甚至乎有部份 他是連這些坐車 都是成團的全友一起坐巴士的 有拍到影片給大家看過 或者我在這裏再和大家深入講多少少 預計下半年其實澳門的旅客數字會再進一步上升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淡季去到三月份 我們可以有六萬多人一日 如果去到旺季 下半年其實整個下半年都是旅遊旺季 可能是可以上到八萬人一日 只能夠上到一百五十億的話 那他去回十萬人一日 那我們可以去到幾多呢 完全是缺了一個高端的客戶數字 變了遊客多了 賭收少了 至少是未回到他之前的狀況 而且另一點就是講講 現在新入職的起身點又低了 幾樣東西拼在一起就會有些民生問題出現 就是現在百物騰貴生活不仁 然後是沒有任何辦法解決到的 那跟著消費卡 這類的生活補貼是今年沒有的 然後現金分享 暫時可能是要等到我們手頭上那個 叫做消費卡是用完之後才會出 因為他想你用完消費卡 我再派現金分享給你 這樣就塞住你的口 但是你都要知道 現金分享其實每年都有的 大家是當了現金分享是每年家裏 常備的一個叫做收入來的 亦都是排在支出那裏的 不是說你額外付的 那你額外付的話 就變了大家可以用來幫保生活 但是你現金分享的話 好多人可能用來找保險費 或者是找其他集費的 那幾樣東西加上大家的感覺 就非常之差 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那你認為這個消費卡 應不應該今年是派呢 和你對上邊的內容有什麼看法 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